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发展迅速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说中国究竟有多强大 让中国自己来评价 有人会觉得不够客观 然后再来看看西方社会的看法 那就是属于美国鹰派的军事头号任务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认为中美不会开战 近几年中国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国家 但激怒了中国后果严重 米利是美国鹰派军事领袖 他非常地了解中国这个对手 也非常清楚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实力 发生了什么变化 与那些国会的议员相比 中国的发展速度确实威胁着美国的霸权地位 米利的冷静、讲话正是在警告美国的狂热者们 遏制中国要有度 而且即使发生冲突也要有解决办法 不要怀疑中国对某些原则问题的决心 周围世界头号的军事大国的决策成 米利尚且保持冷静的态度 但愿其他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不要轻举妄动 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会轻易动物 或者认为中国几十年来 都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没有实战经验 这种想法太荒谬了 如果因此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他一定会咽下苦果 中美两国正面交账 战争的走向必然失控 最终的结果 对双方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灾难 因此美国不敢冒险开战 到2020年 中国星下水的船舶吨位 达到了24万吨居世界首位 最引人注目的是 国产航母山东舰 已经交付海军服役 我国从此进入了双航母时代 大大提高了海军的勇洋作战能力 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2020年 我国正式公布了大量的先进武器 东风41射程可达美国本土 东风17采用的超英属飞行 无视任何防御系统 装用于对抗敌人的防空力量 任何一种都是世界领先水平 兼20也在量产 解放军的军力惊人的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 已占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 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 建交人数 已居世界首位 科学技术领域 2019年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 154万件 占全球46% 超过了美日韩等国的总和 每一项的成就 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 信心满满 中国将更上一层楼 同时 美国精英也认识到 中国力量的变化 世界将会重视中国 中国军费预算会达到多少 这个问题是每年两会期间 外国媒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当然 这也是中国不少民众关注的焦点 根据目前公布的朝案来看 2021年中国年度国防预算 可能在1.35万亿美元 人民 同比增长6.8% 1.35万亿元和6.8% 这两个数字示范了什么信号 我觉得这不仅要从中国本身来看 也要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 根据新华社英文3月5日报道 日前公布的一份预算草案显示 中国年度国防预算将连续第六年 保持各位数的增长 2021年的国防开支计划 约为1.35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8% 从预算金额上来看 1.35万亿元人民币 换算成美元大约为2,091亿 与美国的2021财年的军费预算 达到7,405亿美元 这个庞大的金额相比 中国公布的朝案中 2021年军费预算水平 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 不仅从绝对的金额来看 2021年中国军费的水平 比美国低很多 而且结合中国国家人口规模来看 这份军费开支并不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2021年人军国防预算 将不足1,000元 而且中国国防费的实行严格 财政拨款和预算管理机制 主要用于人员训练和保障 装备等方面 根据201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 至1978年以来 中国裁减了400多万的军队 2020年国防预算 征服为6.6%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加速回暖 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征服 比去年高0.2个百分点 而与国内的其他重点领域 进行横向比较 你会发现这6.8%也不算高 比如在科技创新领域 李克强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在谈到2021年重点工作时 他表示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 大幅的增加投入 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 增长10.6% 将落实扩大经费 使用自主权政策 网上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 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 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 治理科学探索 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 坚持创新 在五国现代化的建设 全局中核心地位 把科技智力智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诈 制定实施基础研究 十年行动方案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 力争投入强度高于13五时期 对外部来看 针对中国军力发展 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官方给出了坚定的回答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发言的张业税表示 中国的国防开支总体上 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保持国防开支适度稳定挣扎 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履行国际责任义务 适应中国特赦军事变革的需要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关键要看这个国家奋行什么样的国防政策 并称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奋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加强国防建设不针对不威胁任何国家 中国军事国防建设发展不针对任何国家 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外部环境就高正乌有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在美国的古照下 中国处于一片地缘政治比较复杂的区域 军事压力不仅来自美国 维持一个更具有优势的军事存在 不论是为了打仗还是备战 不论是为常规的战争还是核威慑 确实都有着无可厚非的必要性 看看美军的印太司令部最新爆出 在亚太海域加强军事力量的尖人计划 矛头已经直指中国 强化在第一岛链的精确打击导弹力量 已经成为美国提出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核心 在美国长期以来的亚太战略规划中 美军企图用两道岛链来遏制中国海军咒处 从兵力上看 美国在印度洋至太平洋地区 目前驻扎了大约13.2万的各种的军种官兵 美军在盖地区的加大军事力量建设 与南海、台海、东海、钓鱼岛等问题 都是直接相关的 而且美国还在极力地鼓动自己的盟友 在印太海域甚至是南海展示军事存在 最重要的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大幅提高 对台军售的频率及谋划出色 攻击性股气候 到内一些人企图以美巨统 以物谋堵 实际上关于中国军费增长高不高 这都是西方政客和媒体操作出来的一个话题 是他们炮制中国军事威胁论史 想要在西方舆论场证实他们观点的一个抓手 在他们预设观点的报道引导下 很多东西被他们模糊或者是掩盖了 我们发展国防力量的性质 正在战略反育 中国远不称霸 远不扩张 远不谋求势力范围 感谢观看